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意思呢 就是平时看到的两个八分音符继承一对二 就是两个半拍 我们数打打打打打打一拍平均分成两个半拍 这样的一个继谱方式在实际演奏的效果 其实是另外一种 你要把它演奏成三分之二和三分之一 也就是如果把一拍分成三等份 像三连音一样 在这个符号当中 它是用了四分音符和八分音符 上面用一个三分法的记号 就是要分成三分之二和三分之一的效果 所以数起来是这样的感觉 如果数快一点 也是一长一短这样的感觉 所以乐谱上以两个八分音符来记谱 但是你的实际演奏效果是三分之二和三分之一 接近这样的感觉 好 今天的这首练习曲叫做《刚果》 请先听我的演奏示范 再听我的练习解说 这首练习解说 乐谱上第一小节上面 在节拍器速度的旁边 就有关于swing这个节奏的提示记号 有时候 这个记号也会是另外一种方式 比如像这样子 它是以带有负点的音符 实际演奏效果等于swing 这种节奏效果的提示 那大部分情况还是会用两个八分音符 不会用负点 因为本来这种记谱法 就是要简化 乐谱的这个复杂程度 让谱面看起来更干净一点 如果所有的节奏都是按照三分法来记谱的话 那整个谱面会非常的乱 那即便是你用了负点 整个谱面看起来也会比较复杂 那这个负点 它是四分之三和四分之一 就是实际上节奏是这样子的 如果我们每一拍分成四等份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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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四分之三和四分之一 听起来效果是 这个我们在A大调课程当中也学过 那三分之二和三分之一 听起来最后那个短音符会稍微长一点 是 不管怎么说 有时候我们会看到 谱面上记的是负点音符 实际你演奏效果是swing 是三分之二和三分之一这样的方式 但是大部分的乐曲还是会采用 两个八分音符的替谱方式 然后提示我们实际演奏效果 是swing的节奏 好 第一小节我们就看到了 之前学过的重生记号 它的旋律是 伸缩 然后重生发 好 我们学过 极数的概念 在一大调当中 me的音是一级 伸发是二级 伸缩是三级 所以这边是三级 重生发相当于升二级 然后再回到三级 那首调感觉可以当成是 me re mi me 但是固定调是 伸缩 从生发到伸缩 好 那这边 指法上用了四级和二级 虽然它们只有一个半音的距离 用四级和二级是为了后面 三级做准备 三级要按六弦 第四品的伸缩 所以这里的指法安排 请各位注意 好 第二小节我们会看到有 延音线的记号 好 在这首曲子当中 有相当多的延音线 是在第二拍的后半拍 延长到第三拍的正拍 在这首曲当中 有非常多这样的节奏 我们要特别注意 然后继续 到第四小节 好 旋律是深发 这里请大家特别注意 这是一个乐理上的基本常识 这里的深发 并不表示 在调号已经深的基础上 再深高半音 不是的 当我们普面上看到 任何的升降记号 都是针对本位音 而做出变化 比如说 这是发 或怎么说F F的本位音 深F 或者深发 重深F 就是重深发 尽管调号上 可能会有升降记号 但是 这个变音记号呢 它跟调号之间 它不受影响 所以我们在第四小节 看到的 深发 它就是深发 那可能你会问 调号上 调号上已经有深了 那为什么这边还要 多词一举呢 这只是技术上 作者提醒你一下 因为前面一小节的发 是重深发 所以到这边 提醒你一下 这个发是 正常的深发 这样就不难理解了 好 第四小节 同样的主题 第八小节 一样 深发就是深发 好 到第九小节 进入了副歌 到副歌的时候 特别注意 音刀指的记号 一指下来 带动我们移动把位 然后紧接着 二指做音刀指 再把我们带回第一把位 好 第十一跟第十二 小节这个节奏 带有延音线的节奏 好 这个节奏呢 在今天 整节课最后的彩蛋 有一个视频 会帮助大家 找到这种节奏的感觉 这也是 swing的节奏里 常常出现的一种节奏型 然后 音刀指 到第十六 小节 好 方面上有 Dakabo 大家还记得吧 Dakabo 从头再来 然后一直弹到 第七小节最后 有一个圆圈加十字的记号 这个记号我们叫 Coda 看到这个记号 我们就跳到最后一个coda的小节 也就是最后结束的这个小节 所以我们从头再来弹到第七小节 然后直接跳到最后coda这个小节 我们从头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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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七小节 跳到coda结束 最后一个音是十二品 一弦十二品的翻音 结束 今天这节课的彩蛋呢 为大家准备了一段视频 视频当中用同一首歌的旋律 以四个步骤的方式 让我们感受 乐谱和实际演奏效果之间的区别 以及我们看着谱上的节奏 怎么样弹成swing的感觉 它的第一步是 按照普面八分音符的实质 一对二的实质 这样来演奏 而且是慢速 第二步骤 还是慢速 还是用正常八分音符的实质 但是加上了延音线 是 第三步 还是慢速 把八分音符的实质 变成今天我们这节课 学过的swing的节奏 也就是 三分之二跟三分之一 这样的节奏 然后最后 用正常的速度 演示一遍 好 今天这节课就到这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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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